那你在演藝圈的時候有遇到一些 比較不合理的事情嗎 例如說 潛規則 有啊 當然有啊 我們又不是沒有姿勢嗎 高雨鎮拒絕潛規則被換 傻傲副業期不曾整批銷毀 慘賠上百萬 哈囉 各位三立 我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高雨鎮 是不是很久沒看到我呀 花店當女神高雨鎮 近期推出恐怖電影處女座頭妻 也許 我們真的不屬於這裡 有些之後 不用你趕 我們也會走 她用興趣跨足電影 當初進演藝圈 也是從科技業大轉行 為什麼不繼續坐下去 就是坐在園區嗎 對啊 因為那個太自私的生活 有點不太適合我 對 我就覺得有點 無聊 但我是進來拍戲之後 我才把那種就吃掉 那個薪水是都還不錯 然後它也很穩定 對 就是大家的所謂 口中的金飯碗 我從長到大 其實我算是 我是一個乖小孩 但是其實我的內心 某方面是有點叛逆 但我的叛逆不是變壞 就是就是 我想要依照 我想要的方式過生 進來拍戲就是 可以演不一樣的人生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有趣 那你在演藝圈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 比較不合理的事情嗎 例如說 潛規則 有啊 當然有啊 我們又不是沒有姿勢的人 我們又不是沒有姿勢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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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會有 我還會講 對 但是就是 他們潛不到我 因為我覺得是個性的關係 我一直認為 被潛的那些人很傻 潛完了之後 你還是要辛苦拍戲啊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潛到一個 你不用工作 你可以 那你說你為了要得到一個角色 或是什麼 那會不會長久啊 你被潛了第一次 你就會有被潛第二次 你有被潛多少錢 就他們有開架給你 這種 要開口的時候就已經 我有嗅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就不會有 有這種狀態出現 六字大吉 比如說吃飯這種的 這種東西 這什麼可能 單獨吃飯 沒有快給你吃飯啊 我說我沒有空 想說這個欣然怎麼那麼拽 沒有一些 報復的行為嗎 說啊你拒絕我就不用你 這種的 有被這樣過 有被就是 本來角色是我換掉的 那我無所謂啊 我很清楚我要什麼 我要是這樣 就被潛了 我有現在的我嘛 雖然我一個人的力量 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我覺得 不要讓這種事情變成是 我們這個行業的一個 一個常態 很有自己想法的高於真 三年前 開創個人保養品牌 走投給 也是熬了好一陣子 如今銷售破億 然後又罵我 你笨的喔 傻的喔 自己花那麼多錢幹嘛 代言就好嗎 對啊 或是說找來幫你做就好嗎 我現在身上也還是有別的代言 只是 你要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你現在想要做的 這個品牌是你自己的嗎 但那種東西不是很虛嗎 你拿你的品牌 拿你的名聲 你長久累積下來的東西去 這種東西其實我覺得 這種東西很現實嘛 當你 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他們當然是捧你的高興 你知道嗎 代言啊這些東西 當你沒有的時候 他找不下來也有 那這個東西是你的啊 他不是你的啊 進到口袋的現實 沒有錯 但是 我就不喜歡這樣子 拍什麼都沒有當CEO咧 哈哈哈哈 這樣你就是被拖最美CEO啊 喔 真的不敢當 但是我欣然接受 哈哈哈哈 當藝人的時候 當演員的時候 大家幫你take care 也好好的啊 對啊 根本就 就是不用管什麼事啊 但是 CEO不一樣 對 因為你 你肩負責公司多少員工的家庭生計 嗯 對 然後以及 所有人對你的期望 你剛開始有虧錢 剛開始還沒 還沒上的時候 嗯 是有的 因為我把一些 我覺得不OK的 產品 我已經做出來後 還想改 那整批銷毀 蛤 有損失到幾位數 你知道嗎 六七位數的主持有嗎 當然要啊 因為我們那個 下的起定量都很大 那現在三年多了 你有想要放棄CEO這件事嗎 不會啊 我做得那麼好 我想要放棄 其實有一個規劃的時候 想要做到什麼時候這樣 做到我不能做為止啊 嗯 我到80歲 90歲 我都還笑著